我们家人都很好 很多人都说我们家是模范家庭 在一场联谊会上 就是这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和阿剑经营部认识 阿剑非常有规划 他的未来 每日行程 穿着打扮 甚至是家中物品的陈设 都有一套自己的规矩 很快的我们陷入了热恋 一直以来都会听阿剑提起他的父母 大哥大嫂以及一个妹妹 我也相信就是这样完美的家庭 才能栽培出阿剑这么完美的人 我们都到了适婚年龄 于是我提起想见见阿剑的家人 根据阿剑母亲的要求 是直接在他们家用晚餐 哎呀 你肯定就是小杰吧 跟阿剑说的一样 好漂亮 阿姨您好 不好意思打扰了 这是一点小心意 怎么这么客气 之后说不定就是一家人了 还讲究这些 来来来 晚餐都准备好了 一踏进家门 我就强烈地意识到 这果然就是阿剑家 一层不染的地板 整齐排放的所有家居用品 加上杯子的间距 甚至像是用尺凉过一般 餐桌上 大家品尝着阿剑母亲的美味菜肴 我适时地减据称赞 让阿剑母亲更是乐开怀 阿剑的父亲虽然看似严肃 半喜间也颇为健谈 阿剑的大哥是个爽朗的人 不时分享她工作的趣事 逗得大家不断发笑 小妹子与我相差四岁 我们一起分享化妆和穿搭的心得 也相谈甚欢 唯独大哥的妻子 阿剑的大嫂 比较沉默寡言 往往就是配合众人的谈话 微笑点头 阿剑先前就有提到 大嫂刚嫁进来 可能还不习惯新环境 所以我倒也没有介意 甚至因为自己可能会成为 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对于大嫂有种微妙的认同感 听阿剑说你是屏东人吗 我妈妈的娘家也在屏东耶 嗯 对 我们家在长治那边 哎呀 真的挺怕生的呢 小杰 可以过来帮我端一下盘子吗 好的 快离开 嗯 听错了吗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就早点回去吧 还有阿剑年纪也不小了 还不快点把人家娶进来 让我们家一次多两个新成员 两个 大嫂有小宝宝了 已经快五个月咯 真的吗 恭喜 谢谢 半年后我们步入礼堂 恰逢大嫂的宝宝满月 阿剑家一下多了两名新成员 婚后我搬进了阿剑家 阿剑的母亲一步一步跟我告知家里的细节 甚至整理了一份表格 上面替每个胚子做了编号 规定摆放位置 还有家人的作息表 我有些压抑 不过每个家本来都有自己的规矩 也没什么好干涉的 然而 阿剑完美而毫无破绽的家庭 逐渐让我觉得喘不过气 大嫂看向我的眼神总是欲言又止 脸色不是好看 让我更常烦躁 三个月后我怀孕了 不过大嫂对我的态度仍然没有好转 我不惊心想 或许大嫂是担心我分掉了 她在阿剑家人心中的地位 才一直对自己美好脸色 大嫂 怎么了吗 把孩子剁掉吧 不然就离开这个家 否则 哎呀 晚我来洗就好了 小姐你明天还有缠检 早点去休息吧 原来大嫂臣腐这么深 剁掉 因为嫉妒 居然要我剁掉小孩 我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让阿剑母亲对自己更为信赖 气死那个女人 隔天饭后 阿剑的家人在客厅竟然入座 气氛与往常非常的不一样 小姐很听话 我也知道你不会离开阿剑的 对吧 既然现在胎儿也稳定了 那也该是时候 让你真正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了 我们家呀 是大家都称赞的模范家庭 所以妈希望 这个家全部都能在掌控之下 可能刚开始会不适应 但我相信小杰这么乖 一定会留在这个家里当乖媳妇的 小杰会拼话的 对吧 嗯 阿豪感觉就很好相处啊 应该很快就可以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呢 小杰你说是不是呢 对啊 小妹很幸福耶 找到那么好的男朋友 你这样我会吃醋哦 这是明天的份 大家要好好看过哦 小杰比小慧聪明多了呢 不错啊 要知识保持 回房间后 我翻开那本书册 早上八点起床 亲吻阿健的右脸 到早安 灌洗 八点十五分 用早餐 母亲说 听说今天超市在特价呢 小杰待会儿想不想陪我去逛一逛啊 小杰说 好啊 顺便可以买一点阿健最喜欢的猪椒回来蹲 羊羊洒洒的剧本 我疲惫地闭上双眼 却不敢做出任何表示 我知道天花板的监视器 正捕捉着房内的每个画面 要熟悉哦 我们可是我们家庭了 MARO版常驻作家 ANYWELL8081 什么款式 都好 那今天很高兴获得为 TVV A DROP Taiwan的邀请来做一个访谈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作品 一开始是源自于我非常不满 父权社会下 就是通常一般家庭会对媳妇或是小孩去进行打压 然后会觉得你们就是应该要照着我 希望你们怎么样走 你们想怎么样做 那我是用一个极端夸视的方式去写出我对这个现况的不高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我在写这篇故事的时候 我的就是原型是来自于现在整个社会结构 就是其实到我们这一辈 可能还是有的一种就是家庭里面的不平等 因为其实你像外国家庭 他们并不会有这种媳妇啊 不会有太多这种问题 就是尊卑啊上下啊 你一定要就是对公婆毕恭毕敬啊 这真的是华人社会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大的 没有理由说你今天加入别人家 你就必须要就是做这些事 或是你就必须要忍受这些事情 但因为我的身份我没办法做什么 所以我大概就是打字写文章 然后把这篇故事写得出来 We are WebTV Asia